香港今天真是病得很嚴重 過去我們香港大家都說我們這個地方真是好 我們有法治,我們有自由 就算我們在議會,在社會裏面 我們政見怎樣不同都好 我們都還是講道理,講法治 但是今天香港已經有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地方 變成了一個很陌生的世界 香港的確是去到一個臨界點 一些我過去認識,口裡經常告訴我 是追求民主的人 今天他們並不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追求我們香港的未來 今天用的方式叫做誰大誰惡誰正確 政見已經取代了事實 又或者這麼說 很多人 是因為政見 而選擇 選擇性地去聽 去看 他們自己想看的事實 除了政見取代事實之外 群眾運動 取代法治 人夠多 就可以改變一個人 究竟你是合法 還是非法 情緒 主阻了我們理性的思維 昨晚 是包圍 是破壞 警察總部 昨晚 看到的是什麼呢 有人阻撓 和追打一個警員 這個警員正是 回警署準備當席 在門外 今天看電視無線新聞也播了出來 整個片段 不是剪輯的片段 在外面怎樣被人包圍 然後被人用腳踢 被一幫人追打 然後跑上去這個警察總部的一樓 一個停止了的扶手電梯 去到一個角落頭 然後 拿起了一個地下的雪糕桶 和一個水撥放在手上 因為 還有一幫人在下面 群情洶湧地追著他 包圍他 有人向他扔雞蛋 有人用雷射哥 繼續射他的眼部 但是我們看到 然後 昨天到今天 的說法 會有些人怎麼說 一個便衣警員 假扮示威者 用床頭 嘗試打開警察總部 鐵閘和煽動示威者 作出衝擊的行為 就是 剛才我說的畫面 在電視機 清清楚楚 看到一個警員被人追打的畫面 居然會被人描述為一個警員 假扮暴徒 拿磋頭 去自己襲擊警察總部 然後煽動示威者 一起去衝 今早我開車回來的時候 我聽電台的一個節目 電台的主持都仍然是這樣說 他說 怎麼會被人襲擊 這個警察 在外面 他一定在做這些煽動群眾的事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政見代替了事實 我們有些政客 也是選擇性地 選出他們相信的一些片段 就當為事實 在此大言不察